各位来宾,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由陕西历史博物馆主办的大型公益学术讲座 力博讲坛第103期的 大家都知道陕西历史博物馆目前正在筹建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分馆 秦汉馆将将来展览的是秦汉文明的历史 今年以来,力博讲坛已经围绕秦汉文明专业办的三期讲座 今天我们将继续聚焦这一特邀陕西秦文化学会副会长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田亚齐先生做客力博讲坛 就早期秦文化的研究与思考与大家进行分享交流 下面请允许我对田亚齐先生做简要介绍 田亚齐先生,陕西前线人,1960年出生 198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考古学专业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参加工作30多年来 田亚齐先生一直从事田野考古调业发举研究工作 先后主持秦秦庸城大遗址 陵县电子秦牧 丝绸之路陕西境内南县考古调查 大理家族墓地华县东阳遗址和凤祥雍山 秦汉祭祀遗址等重大考古发掘项目 先副主持秦都雍城杜甫村战国志陶作坊意志 秦都雍城城考古调查发掘与综合研究 等多项国家和省级社会科学重要研究课 田亚齐先生多年来一直专注于 以秦雍城为中心的早期秦文化研究 编撰文成 陵线电子琴木 华县东阳墓地 大理理事家族墓地 秦雍城杜甫村战国志陶作坊意志 等多部考古专题研究报告 参与编写 请物质文化 请物质文化通缆等专注 撰写学术论文 共计60余篇 更值得一提的是 田亚齐先生将考古发掘研究 与移植保护规划解密结合 以强烈的责任 敢投身于雍城大移植的保护工作 为雍城大移植的保护规划 贡献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 和他自己的满腔热情 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掌声 有请田亚齐先生 开今天的讲座 他讲座的题目是 秦在关中部的经营助力 大一统训面形成的意义 有请田亚齐先生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大家 这个今天主要是下一开馆 另外那么就说 照我的新的经营的一段 汇报一下 谢谢 那个我们要说秦荣话 那个我们要说起这个秦荣话 其实整个这个 我们可以追踪到 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 这个山东的东夷部族 目前来说 关于秦人的起刊的 可以用两条线把它概括起 就是第一条线 就是秦人从东到西的 这个发展路径 这是从商代早期开始 现在目前来说 这个阶段就是 西迁的这个路线 目前来说 这个考古工作相对来说 文献 不管是文献的记载 还是考古工作的收获 还是我们目前的这个研究 来说 那个涉及的面比较广 有些还是 是一个初次的阶段 但是能达到目前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共识 学界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共识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 一个就是说 它波及的面 就是有山东 荷兰 山甘 还有山西 这几个省份 这可能是当时跟他西迁的 途径的路线和他的发展的过程 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就是说 过去始终说 把秦人的东来说和西来说 完全作为两种对立的观点 就是东来说的强调的 这个秦人 他的他的根是在山东 他是依照文献说 那么西来说 完全是得于近几十年来 在甘肃地区 所取得的考古的初步的一个收获 他说西来说 这两种观点是 既然对立的 说东来说的人 就是不承认西来说 说西来说 则不承认东来说 那么现在来说 我们初步达成的 达成的共识 就是东一族 这个从死 从他的主言上来说 这是基本上得以肯定 那么他最终到农东地区 这到达西边的地方 也是比较能确定下 那么沿途的 所经过的地区 他的文化属性 尽管非常少 但是能够明确下来 比如说我们周延地区的 京当商文化 福丰县的 这个一家文化 还有包括甘肃的清水 李牙 甘固的毛家平 这几个东西 都是跟秦仁西迁的过程 的行走路线 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文献 从文献上来说的话 这个死记秦本记说 在秦仁最早的 到西边去干啥去 在西荣保西锤 就是说替商王朝 去首边疆去 这些东西 从目前来说 我们就可以初步地 就认定它 应该是从近 尤其从近几年的 考古工作来说 把文献结合起来 这些东西基本上能够明确下 至于说这个秦仁西前的 具体的年代 只是分一次去的 还是分期分辟去的 这些东西 我们觉得从这个死掉上来说 还不能得到得以确认 尤其作为这个考古工作 这个面貌 面积太大 可能有些东西 还有待遇 下一步的考古工作 全面去展开 以便对于它的途径 对于它的文化面貌 有一个全方位 这涉及的面图 作为东边地区的省份来说 这个它的研究重心 不在秦仁化 所以对这个事 这个比大家资历 好像还是以目前来说 存在一些困难 总之来说 这个秦仁化目前来说 可取得的成果 就是说 它承认它的主言 因为它的主言 就是说 有一批这个东夷族的贵族 它是为了当时反抗夏的暴政 它到西边来 到西边来 灭了夏以后 它去干啥 去替上王朝去 守边江去的 在西戎保西垂 这一点基本上可以得到确认 这几年陆陆续续的 我们在做各地的考工作 在西边来说 做的比较多 但是在东边来说 相对来说 文化遗存 发现的比较少 所以这个 以前来说 这个工作力度 不是非常明显 这我也做过 这个造型化的 这个相关的研究 这个是发表在吉林大学的 庆祝林云先生 70岁生日的这个文集上 当然这个文章里边 可能存在一些 值得大家去商讨的 增运的东西 那么这个第二条线 就是秦仁 从东边来的 到了这个隆东地区 那么他要折返 折返到哪里边 就是从那个地方 往东走 走到咸阳建立地 这个中间 我们把这条线 来说叫九都八千 整个过程 那么这个 他这个明确的 有所谓的九个都役 这个他是在这个 这个过程中 秦仁从小到大 从小到大 从强到弱 从强到胜的 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什么叫九都呢 就是秦仁从这个 第一处都城的西圈球 在甘肃的里县 那么逐渐的去 在向咸阳的 进发的过程 有九个都役 这个上面我都列得 非常清楚 第一处是西圈球 第二是秦仪 第三是千亿 千亿就等于说 翻越龙山 到陕西的境内 等于说现在在 陕西的龙县 那么千位自会 平阳 雍城 京阳 岳阳 到最后到咸阳帝国的形成 这是九都八千 实际上按照我们 现在对都城的 一个基本的定义 这个我们参与 文献和目前的 一个考古发现 文在东城的 这个有一个多功能的 层次结构的一个认识 这个就是我们 虽然说都叫都役 但是都不一定是都城 秦仁在发展过程中 他得益于当地的 这个周代部组 和他自己在这个基础上 他所建立这个 正确这个过渡期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三个等级 第一个就是说 它是叫都 就是说完全是按照斯彦海先生 提出了当时都城的定义的 就是说你要是秦的都城 那么就说作为他的 作为他城市防御的 他有他的都城的故居设施 有城墙城市的公民 故居有大型的座等等 有宗庙 这个他有灵源 城外有灵源 有国人物地 因为这个必须有人负助 另外一个在郊外远郊地区 应该含有祭祀天地的这个场所 这是全功能的主都城的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之外呢 他有些 其实在冬天的过程中 他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困难 那么就是说这个都 当这个都城没有建成的时候 或者发生的其他的一些变故 这个时候呢 他就放弃了 那么就没完成 没实现的 完整的都城的建设 那么我们把它叫城 那么除此之外 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几个 就完全是过度的 就他本身就没打算 在这个场景待下去 所以我们把它叫义 这个都城应该分成都城 都城义这三个层次 那么就是说 我结合这个前边的讲座 前边有位老师 长期在甘肃地区做工作 他的讲座的问题 已经涉及到 其人早期那个城 那么这个后边还有 在讲这几个城之后的 另外晚期的 其他都城 那么我就讲这个 关中西部 这四个都城 那么叫就是千亿 就是千亿 千亿自会平阳和运城 我就说 围绕这四个的 结合历史文献 结合我们多年来的 豪股工作 来给大家汇报一下 那么这个 我觉得这个 在陕西来说 穿越隆山 到第一个 就第一站 就是独一叫千 这个千 从文献上来说 没有一个准确的 一个技术 那么这个 死记 秦本记 他是引的 扩地字 扩地字 当然是晚代的文献 他说 他在这个 帝王诗记里面说 秦湘公 曾经在这个地方 建都 共14年 这是从 从这个 他不是 秦记本身的记载 而是秦 秦史记的 住室的 铁运能带 对 千亿的 这样说 那么从近几十年来 我们在 农县地区的 考古工作 我们发现 他至少说 作为一次 王都管理的 这个场所 他是个 军事的 这个 这个基地的 这样一个布局 应该是 有一个 明显的出处 而第一个 就是说 你看 大家看到 画面上 这些东西 这是在 隆县 边家庄 发掘的 一批 春秋 秦木 那么这个 里边出了 五顶四轨 五顶四轨 应该属于 戴符记 那么 跟秦云当时 在这个 隆县 这样的 布局 是吻合的 而且都是 秦气 这个 我觉得 这是一个 因为 这是边家庄 现在的 环境地貌 就是说 我们现在 当时在 连续了 七八年的 发掘 已经把边家庄 所处的 千河南岸 到这个 山地的 这样大约 三万平方米 范围的 皮墓藏 已经发掘 完成 人说 这个地方 作为一个 遗址 经济保护下 这个环境地貌 不下 但是 这个地方 墓藏 已经 这是 这是 另外一个 在这个 王宫 五顶 五顶四规 墓 的 贵族 墓 的 附近 又有一个 电子 平民墓藏 平民墓藏 的话 一共是 一共发掘了 287座墓藏 其中就有 224座 其墓 就是属于 同期的 跟那 五顶四规 墓 王宫 墓 是相对应的 这些 这是里面 出的 一些 各种 陶器 那么 驱子藏 是一个典型的 其墓 那么 这个分期分布图上 可以看到 分布非常有规律 而且 这个墓藏的 特点 就是 第一 它是 对应于 秦早期的 千亿的 布局 完全对应 第二个 就是说 它这些墓藏 它是从 第一期 一直到 第七期 就说明 秦人最早 到达这个地 定居下来 那么后来 持续的 所以它的后裔 一直在地方 延续 这是 这在陕西的 一个情话 也是比较少有的 就是有些目的 可能 在某个时段 它是存在 那么 过了这个时段 可能就没有 那么这个目的 一直 就是 作为早期的居民 一直在这地方 定居下 一直 传承 几代 从第一期 春秋 早期 到一直到 秦统印 都在这个目的 就存在 那么这个 明县地区 这也是 作为陕西 最西边的 一个 诚意 这个 军事 军事条件 军事要求 也非常高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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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 秦 之后 汉代 到唐宋 甚至到 到这个近现代 它有些重要的军事设施 都在这 它是当时 从古代来说 它是防御 这个西戎的 入侵 入侵的 这个到 到完代 东西交流的 一个边塞地区 关口 非常 军事 功能 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 第三个 遗存 就是说 都义遗址 就是在 蒙县的 墨尔园 墨尔园的话 那个 我觉得这个 城子 我们从环境 经贸上 它正好 为何 这个 牵合 和穿口 和夹角 的交配 就是两边 河流 把它加起来 这是秦云的 铸成的 基本特点 秦云 是最早 是没有城墙 你看它的 这个城墙的 顶端 其实跟城里 是平行 这是 这不是 城里边的墙 而是这个 城边缘的 加固 另外一个 城子 现在目前来说 这个城子 到环境 第一次 我们现在能看到 它一些 阶段性的 城墙 这个现状 这个墙体力的 一些出发现的 一些片 那么这些陶片 有些是 汉大部分是钱 所以这个好多 从三到后来的 这个 后来的研究过程中 那么有些人 我就看 前一段时间看到 有一个学生 写不起 他写的文章 他说这个里边 有汉代的 这些陶片 所以他认为 这个时代应该 其实对 因为这个汉城 秦人建设的好多东西 是汉代人传承下的家 其实我们看到 他主体的这个墙体 应该是秦人 就说明汉代继续延用 所以做汉代人 做一些修补 是很正常的 其实这个东西 这个应该的主体 还是秦人 所以我们就认为 他应该跟秦人 曾经在这个地区的短暂的 14年的 做都役的 是属性有关 实际说他后来 当地的迁远县 县城所在地 或者是后来东西交流的大通道 作为一个移载 这都是有可能的 就说从目前来说 我们对这个迁违自会的 有这样基本文化面貌 秦人的初步的认识 但是我们觉得 按照文献上 当时最初 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记载 所以我们就说 至少说 这个地方应该 作为一处军事性的 因为他处在秦人最西边 孟三 他跟孟三相隔的 这样房子 房西荣的 最重要的一个军事要地 他这个城市 他从他的年代上 他有秦 他谈了有汉 但是我觉得 最早还是应该 有中人的因素在 所以这个建这个城 他应该是 在永县地区 最早的泽国 泽国的基础商 在泽国泽人点 来度成的 包括边家庄墓镇 他应该是在 他应该跟秦人之间 还是有一点传承关系 但是并不败 他完全是亲 就是边庄这个墓地 可能最早是 子与泽国有关系的 这个王宫贵族 后来秦人 参户进去 成了秦人的 这个坦素 那么这个 这个永县之后 有这个签议之后 就有一个签议之后 签议之后 这个实际上 它就是这个 都一的名称 这个文献上 就是这样记载 就是签和和为和交汇的 秦人是跟史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这个签和为和交汇的 他应该是 都一立足之地 那么史记秦 这个是在文献里面 准确地有记载 那么史记秦本记 说也就公年前六百四 七百六十三年 秦文公东列 前卫子会 就是他带着兵 从西边 往东 要攻打 他到了 就是到四年 自前卫子 他到了前卫子会 就是千和为和交汇的地 他就说 他说是 他西周易 我先秦淫语词 那么这个 这个点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联想到 2004年 我们在凤翔的孙嘉南 就在千和的延安 有一个大型的遗址 那么其中有一个 一部的 他就是说 他就是有先周的 这个西周的 我觉得这个 按照文献上来说 这个年代应该完全是一致 可惜我们当时 对这个遗址 因为当时 它是一个机能 建设单位 这个建设用地 等我们去的 这个地方以后 可能这个遗址 已经被破坏了 所以在那个地方呢 但是我们把 里边的相关的文物 都抢救一下 按照这个记载 作为能够对应起来 是不是就是文献所说的 这个 我先秦淫语词 这是一份重要的线索 就是当时 秦淫语词在这个地方 他说我祖先曾经在这 那么就是说 他做了一个战谱 战谱说是比较吉祥 所以后来 秦淫语词会就建设谁 所以这个秦淫语词 多年来我们就为了 秦淫语词会这个城的寻找 一直做了好多年 靠工作 最初的话 就是我们在配合了 去建设 就是春秋时代 但是稍微比这个文献的记载晚一点 因为按照这个说法 按照这个文献的这个说法 应该是这个墓葬 应该是春秋早期的 但是我们当时挖的那一批墓 是春秋中期的 早有点差别 这是 这是那个 随后呢 因为在临近 因为这个千位之会 千和和为和 大家在对宝金的 给你了解的话 就是千和为和交汇的地步 千和和为和交汇的地步 地区是这个分布这个范围 那么这个从这个扇面的这个分布范围 如果我们小一点就狭隘地想 就是这两河交汇的那一点点 或者我们再往大再考虑一下 那可能就是放延的30平方米 30平方公里都算这个千和之会 那么就还有其他的一些线索 比如说这里边 这个西边正在做这个千和之会的调查 它正好就和交汇的 它也发现了相关的历史 一个重要的文物的线索 那么我们在考虑这个还有 在他的西侧 还有一个陈仓故城 陈仓故城的话 也是我们陕西考古的发祥地 一个最早的1933年 北京当时的北平沿中央研究院 西区中心宿病学修宿病学 现在时就要分析这个陈仓故城 那么现在有戴家湾、斗鸡台、陈仓等等这些地名 其实他都是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等都是子大这一块 那么这个从这个当时速军先生编辑斗鸡台 沟通墓葬区的现在一幕 到90年代中国和意大利开展工夫的培训班 他都发现这个城的线索 其实也是发现了上边那两处同样的一个秦文化早期的秦联工丝带 同线记载能够这这些事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所以这个关于陈仓武 这几年小期我们沈西省考古研究院 在更大局面上 我们认为他都有这个秦文化因素 所以我们就认为所谓的千位之汇 其实这秦在建筑城市利用的早期西周时一层范围 做大红面的一个历史地貌整合 所以他的范围都是千位之汇 所以这个未来的千位之汇 当然这几年大家分头在做 怎么哪一天能够把它完整的做到一定的程度 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完整的整合起来 这也是最后毕竟对这个秦联工丝地点 历史严格文化整体面貌 就会全方位的认识 当然现在这几年可能是各自发表各自的 根据发现各自发表自己认识 那么这个下一个点就是 第三个点就是 在整个这个九都八千里面 应该属于地面 但是在我们沈西来说 应该算第三叫平阳 历史文献的记载叫平阳 就是在现在的国阵东街村 东街就是国阵城东 在这个这是从2003年 当时这个四川地震以后 也波及到近地区 所以这个因为之前的 在这段段参非常难 有整个说的那个早 村子1978年曾经发现 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 太宫庙的这个秦宫国秦宫中的 这个这个发现 当时一个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发现 那么这个就是说 但是到了二零零几 就是甘肃也同样有一个 重要的一个发现 所以就当时就参加会议的 那些老先生们 他就认为 他说这个完全按照 按照这个木和这个坑的 这个关系来说 那么甘肃是在木旁 发现的一个月期坑 那么这个这边 那早期居然发现了一个月期坑 这它的旁边应该是一木 它是按照这样一个考虑 就是当时就是 他们已经开到那个甘肃的会以后 他在会议现场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哎呀 如果按照这种规律 应该在那能够 在依这个坑的面貌 去找那个墓葬 它肯定旁边有墓葬 因为文献上早先也有记载 所以这个当时就 就就就在开始 就对 因为为啥呢 当时这个发生 四川发生地震以后 也波及到宝津 宝津地方那个民房 也有些威风 也是区上 也就考虑了这个房子 要拆了重建 所以就利用他们的那个机会 我们就开始 马上来从那地方入宿 就在他们拆的房子 那个方面就按照 这甘肃的对应情 就看秦宫大墓 在秦宫大墓东南方向 发现车马 因为前日早期这个特地 非常有故意 这样发现这个零 这个我们常说的 考古说圈子里面经常 就是总结的规律 零随都一 零随都一 本来就说 你这个有零 就会有这个都 有这个 所以这个规律性 所以这个当这个大墓 车马坑墓 一车马坑墓 基点 我们找大墓 从大墓来 我们再下一关 这个城的 这是开启了 新考古发现的新线子 所以这个随后 我们就多年来 继续的持续的 进行大墓 考古调查 看看 也发现了好多重要的线索 那么这个 但是这个城 我们说 我们从文献上来说 它只有按道来说 这个地方应该属于为何延安 因为秦人 他是从东边来 最后必须打回老家去 就是有这么一个理念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 迁河地方 因为正好交通方便 也非常符合 它的责度的条件 但是平阳城 为什么自作了36年 等于说这个城 还没建好的时候 它可又迁走 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近几年 我们结合 考古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事物 是我们进行一个 全方位的探讨的过程 我们认为秦人早期 他主要是防御 主要是防御 因为他当时面临的周边 都是强大的戎族 凤墙园上也不例外 也都是因为我们这几年 我们前几年 在凤墙园上也发现了 戎人贵族的戎族 周边都是戎族 那么在这个 这个时候 他觉得 他不在这个地方继续做出 放弃 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 就是他这种有的行 对下来 他处在为何的 摊地上 他的北边就是凤墙 那么这个 龙人都在圆上 那么你处在 居下临高的位置 往往从战略 战略要素上来说 你必须是居高临下 那么你处在 为何摊地上 居下临高 这不符合战防御的 基本条件 所以这个后来 这个秦人当时的战略上 他尤其面对 这周边的龙人强大的 招架不复 所以他动摇了 他持续发展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就是他这个 他这个遇到自然 环境的影响太大 为什么 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 共享原 到他平阳 这个摊地的 这个地盘的地貌关系 他这个断崖上 下窃得非常深 这都是雨水 自然冲杀 就是说 你当你这个城 建的差不多的时候 一段时 那忽然间 一个大雨下 没完成 冲掉 所以文献上 记载 大鬼片 就是说 你招架不住 大雨的冲杖 这一次 他就没有差 所以这个 对他来说 他也是 就放弃的 另外 所以这个文献上 记载 秦人 当时 在这个派公庙 这个地方 应该有 四座 大秦宫大墓 分别是 秦武功 秦武功 德功 成功 和墓 但是 在这个地方 我们按照 秦集中公墓制 就是说 所有大墓 应该是 这个时候实行的 集中公墓制 就是说 不像晚期的 这个秦四皇陵 而是独立 一个帝王选 那么早期的话 他应该是 集中公墓制 就是说 一个在这地方 大家都在周边 那么这个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做太空庙的时候 仅仅就发现 因为地震 那个时候 就是那一座墓藏 如果按照这个墓藏 我们当时 如果说 因为房子的 现在居民的 建房的影响 也是可能漏掉 但是我们没有 就是分析的 它在那空隙里 应该是 如果有的话 在这个门前 洞青树 空隙里边 完全有个墓藏的位置 但是没有发现 就说明 就说明 这个地方 就这 但是文献 记载 应该是 但是他墓藏的位置 说出现 那个羊的 应该有四处 但是这个 就发现一个 这个我们最后 经过了分析 就说秦仁到这个 他本来要在这个 长期在这边 但是他最后 没有建成的时候 牵走 那牵走了 牵到什么地方 牵到庸城 凤甲区 牵到园上去 他为了避开 荣敌环境的 就是荣敌对他的骚扰 对 就避免 环境的 对他的威胁 那么他已经 牵到园上来 那就应该说 他灵不可能 冲然埋在这个 老城的 他也应该是 因为灵跟东 之间紧随 相连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 出现了这个 藏扬 有一个藏扬 有个宣扬 巨东南 这是 这看起来 都是跟杨有关系 但是他这个 从准确的 名称 还是两回事 那么就是说 我们所以 我们就认为 文献的这两处 地方 是不是一回事 那么就是说 在雍城的 这个东南方向 就现在我们 已经列为 雍城的 这个情人员 其实他这个 单独的 这一块地 应该是还属于 应该属于 跟原来这个 文献记载的 一个衣服 他可能就是说 没有 没有被确认 这个宗宫庙 这个 这个 早期 太宫庙的 这样的 目的 他容然是 当时太 这个情人 这个 前面我就 简要的 给他汇报 这个情人 进入关中地区 前边三个城 因为它都是 短期的 故意存在 时间都比较 建制来说 规模都比较小 也不是一个完成 就是在这个 层次结构和 等级上 不是一个完整城 那么这 这其中 有一个都城 就是完整 那就是说 是庸城 它是应该在 九都八千里面 属于第六个城 第六个都 是正式的 那么在 今天我讲 陕西关中地区 算第四个 那么庸城 这个文献记载 也非常准确 它就是从 从这个 德公元年 公元前 六百七十七年 到公元前 秦县公 迁都 一共是 九十四年的都城 在这个都城里面 以前后有十九王公 在这帮 执政 秦县城的历史 实际上 它是一个 从整体 秦人的发展阶段上 它应该属于 秦人的 发展高速的事情 那么在军事上 都城的建设上 都是 因为 虚实起 非常勇猛 那么这个 作为 这个雍城的 发展过程 它这个 整个文化 遗存面貌 非常完整 所以 这个 是做的 工作的时间 文献 从它的文献的 线 考古实证 从多年来 从科技考古的 配合方面来 都全方位的 做了几十年的 考工作 所以对于 雍城的探索 尤其对未来的 文化移层的 互展示 大量的 基础性的工作 这雍城的 考古工作 实际上 是从1933年 中央北平研究院 开始在 宝基来 做工作 开始 从那个时候 雍城得益于 最早的 考古工作 配合 在这个之前 关于 这个 秦人的 足迹 虽然说 此书上 也曾经 有一些 简略的 记载 但是在这个 文献记载 非常破碎 尤其对 这个秦人的 发明 大家很茫然 很茫然 不知道他到底 用成什么 什么模样 到底在哪 所以这个 我就觉得 分成这么几期 第一期 就是3313 当时他们 做宝基 斗鸡台的时候 他那时候 纵翔 我们陕西 是西安 湖 西安 市 纵翔 等等 这个湖 比现在的地区 还大 宝基那块地区 实际上 亏风险 他当时是 住在 古城 有五人住 平时做工作 在 相隔 四十 斗鸡台 平时 如果拉东西 就是用 交流马车 平时他们 去工地 都是 租的是 老乡的 毛驴 其实毛驴 去干 这个这样 其实大部分 住工地的人 市民 西安 比如市民 先生 当时是 学生 其他老先生 实际上 还是在 平时 都不是 长相 就是这个工作 他把 斗鸡台 做完 做了两三 完以后 但是由于 这一次 在 北京的 短暂的 助力 也是 给后来 解放以后 雍城 考古调查 下来 因为这个 曾经 他们当时 也提到 尽管 没有在雍城 做过实际性的工作 他们 但是作为 增马官 所以后来 解放以后 在列数 尽管国家 非常困难 在列数考古项目的 雍城 当时 秦 秦 显 显 秦 那个 咸阳城 西汉 长安城 还有几处 就是 秦 雍城 所以 正式的考古工作 其实是在 在1959 秦 雍城 以后 工学前队 开始 他到雍城 去 实际上 他老海里 始终装作 一座古代的 他始终 只造的城 所以 当时到 凤翔的雍城 有一个 一处 古代的城 子 他是认为 这可能就是城 其实这个城 现在我们看来 只有4000平 但是人家雍城 现在发现 都11平 但是他认为 因为当时 从这个 标本上 没有一个 标形的材料 去刷 哪个时代 准确的时代 不是 所以他就认为 后来 在比对 我们认为 他是当时 雍城废弃以后 汉代修的 一个雍县县城 所在 就是几千平方米的县城 他把这当 当做雍城 所以那时候在 但是这个城 毕竟是在 雍城的前身的基础上 改造 所以他当时 老先生们在做的过程 他也做了 好多 好多 还写了好多 考课 简报 那么在这个 在他们的简报里面 其中 就有一些 一部分东西 是其雍城早期 但是还有一批 是汉代 雍县县城的 实际 但是这个工作 是给 后期的考课 荣然做 那么这个 第三期的考课 其实从1974年开始 1974年 其实各行各业 都在当时搞政治运动 工作开展较少 但是雍城 在1974年 当时在 批林批孔的大盛场 他忽然间开展非常猛烈 这是得益于当时的那样一个政治运动 因为当时在 在这个组织学习的过 政治学习的过程中 当时有一篇社会主义在资本中 因为薄弱的过程中 那么当时是 平发品 当时说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这一批人 是从哪里 从秦国首先出现 所以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 当时领导也说 哎呀那你去 因为这个参加学习的考课 哎呀我这些这些线索 我们可以从雍城里面去 能够找到 所以那个领导就赞成去做 所以从这个时候 他就带着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让我们现在觉得 孝敌这样一个死去到雍城 刚开始 因为59年那个时候 老先生建的那个城 因为当时也没有具体 也没有这个地势实践 他当时就在河滩上 在雍水河滩上 建临死的房子 房舍 但是他隔了若干岩以后 到74年再去的时候 当地老百姓不认他 就是说这个房子 也说不清是你的 等于说港区 他就到了 他就到了 住的老乡家 在家去 开始挖小墓 挖小墓 挖这个小墓来说 是对秦文化面貌的 真实的 真正的开始 因为早先来说 大家对标型学 不是很清楚 哪个世代的东西 都不明确 那么在老乡家里 住的时候 他就从这个 发掘八旗屯墓 小墓藏开始 那小墓藏 就是他 哪些东西 典型的秦墓 这是早期的 晚期的 秦人的 汉代都非常清楚 从这标型学来说 开始奠定 秦人的 分期的 细人 不细原则 所以 所以我就说 在陕西的考古 考古历程中 这个 请小墓藏 对认识秦文化 起到一个 关键性 所以这个 我们觉得也适合了 再总结这个 用秦人的过程 秦人这个工作历程中 就是小型秦墓 秦人的关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随后了 在这个墓藏发展过程中 有一个当地的村民 他都在那地方去看热闹的书 他说 哎呀 在我们村那个地方 也有 也有这个渠头场 有一个地方 航土非常拧 好像跟墓藏里边有好多 有好多这个木炭呀 这些东西 他说 这会不会跟你们这边的小路相似 所以这个随后来人去 跟个好像有6公里的 结果就 就那个线 就是发现一束大墓 这个大墓就是 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的 秦宫一号大墓 秦宫一号大墓就从此 就是根据村民提供这个线 和秦宫大墓 那么在秦宫大墓随后 按照集中公墓这段原则 我们在秦宫 这个大墓旁边 一直向外围扩大 发现大型的秦宫 目前来说 已经确定了 秦宫零年 整体份 大体是就23平米 这个在那个 在这个发现墓藏的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总结了一些方式 就是说秦宫已经相隔 已经1000多年 那么这个地面上 和当时雍城的布局建筑 已经毁化了 面目全非的 但是得于当时小墓藏提供这个线 所以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注意 就是地面以下的东西 所以这个小墓藏 就是那么秦宫大墓也是另外一个线 那么就是最后就是从地上地下 全方位的结合 最后几十年的考虑不断 其实就是雍城的发现 做了全方位全国工作 现在我们走到凤翔去 看到这起雍城的椅子 尽管好多人发掘结束以后就没钱了 但是这个整个椅子 雍城的椅子 等等总之来说总面级是实际是大 无常的面目 现在这就为长远 不展示提起 我们现在详细地看一下各个功能区的考古工作的收获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 这是现在拍摄 高空拍摄 雍城一子 实际上过去媒体上做宣传的时候 东方的乌鲁斯 其实这个是媒体 但是我觉得这个形象的比喻 还是比较相近的 确实雍城是一个水上的城市 水平 古代的水 现在呢 我们看到雍城 走在雍城 到夏季自来水的公用一点问题 就是历史几千年的拍摄 但是觉得从一些考古的工作的线索 依然造成事 我们看到这个左上角 其实雍城为什么是水上城市 因为在中国古代 这个水量 从雨水分配 它这个雍城 它是北高蓝低 雍城所在的位置 正好处于一个盆地的最低处 那么在它的中边都比较高的 大约有100万平方米 都是三地 这个最北边 甘肃井 甘肃的林 到千亿 陕西的千 整个这个大 这一范围的雨水 古代的雨水集中起来 它通过各若干桥河流 最后汇集到城的所在这个位置上 最后就形成密度的河 古代的水量 也相对 这就是我们从这个图上就可以看到这样 试一试 那么这个从这个城市的雍城的布局上来看 有几个特点 就是城北的三体的这个水量 非常工夫 其中的这样子然地貌 这个到了城的这一块 那么这汇集成 把小河汇集成大河 那么这个这个形成的几条大河 正好把雍城包起 包起来四面零河 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雍城 早期是没有城墙 它怎么靠防御 它就利用水 这个环境 就是说我们过去 看到一个 一个文献上记载 对其造成有一个城嵌合并 嵌就是挖的那个嵌 并就是并临的 我们看到这个城嵌合并的这个记载 他当时在史书上的那个注释 说这是秦人 从这个秦人崇上水神 他是说从民间争召美女 绑住塞到河里边去 给河神当夫人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秦人 我们后来在感悟的过程中 我们的秦人没有这一 他都好多东西都是 一个实际的一个应用的体现 所以这个 就是后来我们在这个 做仔细的分析过程中 我们结合雍城的城市布局 结合它的水环境 我们就认为这个秦 这个城嵌合并 实际上它是利用了秦人 这个筑城保环户 保护的这样一个原则 他就说把城选择在四年联合的 就靠着这个河流 起到对城的户 其实是这么不是文献所说的那样的情形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城嵌合并 实际上就是零河的自然的 河水的防护 就这么 那么就是从这个 从这个大河城都包起来 穿着做防护 那么这个其中还有几条河流 是穿成了过 那些城市的 此居民的森 灌溉等等 都需要大量的 因为城市面 城市的交通 都是要利用这个河流 所以它就从这个城外 大河已经几条穿成了 所以这个 在这样一个格局下 所以就出现了城市的建筑 跟河之间的互动关系 就是在他们在这个城市建设过程中 就出现了这个情形 我们总结了八个字 沿合顺合而建 这样子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是多年来 根据各种考古发现 我们的用 又针对这个城市的格局 有这样的初步的建筑 那么就是说 在这个考古工作中 我们觉得这个零河 根据它的序列的分析 应该分为三个 这个城市不是说 一下就建成了11平方公里 而是经过了不断的 不断的改造完善 所以形成了这几步区 根据由标本学 考古类型 我们叫类型学 地层学的 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四季 因为它制度将近三百 它这个三百一段 去这个城市发生的一些变化 那么这个 我们说最早的这个阶段 它应该位于 雍城的东南角 这个城市的面积 就是1平方公里左右 最大就是1.2平方公里 其实它在里面 就是这么一个小 这个地点叫瓦牙头 这个我觉得它总结 它那个的话 第一个就是 它这个城市 完全是城前合并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下角 这个右下就是城的地 这个规模小 整个是一横圈 它这个特点的城市 根据这个目前发现的建筑的遗存 我们分析它当时的分布的 分布的规律 就是它属于西 它是继承的 传承的是西周时代 一个文化传统 就是说没有这个界格 自然的界格 完全是一个和谐时代 在瓦牙头一子 我们现在发现 这个一些重要的一些建筑 而且大型建筑 就是我们图上看 这是今年大约6月份 陕西考古研究院 刚刚公布的 就是这没有发掘 这个人保护的原因 然后发掘不是丸 这是在媒体上报道过的 那么这个关于这个建筑的话 目前来说 还是有不同的认识 第一个 他就认为这个结合冤城的 早年发现其他区域的 大型建筑特点 认为它是高等级的 离制建筑 这是 另外一个 今年的考古发掘 现在的考古发掘 对他们提出 这应该是可能属于 辅酷的属性 还有就是文献记载说 秦永大政公 他是不是大政公 等等 不同的认识 总的来说 这个大型建筑的发现了 大量的建筑用具 这个用具 其实在这个资钱的 秦永上边 讲的三个成本都没有 所以这个用具 标志秦永等级别 而且这个建筑规定大 就肯定它的功能价值 这个我就谈一下 这个我们对这个 属性 这个跟大政公 之间的关系 就是关于政国 从他现在签到 河南新政去 是政国 那么政国的前身 现在我们注意到 早先的先生们 提到一个观点 就是跟游城关系 那么他那个政国的 所处的这个点 是不是就在游城 那么他政国的宫殿 因为秦人说 最初德宫居游城大政公 那么大政公 会不会就是最早 跟年代比较接近的 这样新发现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 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所以这个比如说 李学勤先生 自然显示 安成 李峰显示 等等 他们就提 这个跟当时 这个亲人 正跟这个游城之间 关系 尤其上自如显示 他在谈到这个问题 其实他把上面 现在提到的观点 他都 他都全部收集 他认识 实际 当然这都是研究性 研究上官的 学考工作 得以实证 那么在游城的话 他这个水跟城之间 分析非常密切 就是我们 从这个从早期的 完全依赖 这个城市 完全是被动的 它依赖于自然河流 直到后来 人工改造 就是他这个 雍城 我们从文献上 看到雍城的 比如说水晶柱呀 它上面跟雍城 有一个东水系和西式 这是怎么一个关系呢 我们最后经过了 全方位的 一个多层面的研究 我们认为 北 北 北魏时期的黎道 他是在调查江河湖泊的时候 他是在雍城废弃的 已经废弃的脑城里 他在关子 记录 那么他在这里 提到东水系和西水系 实际上就是 就是说 在雍城东边流 东水 在雍城西边流 叫西水 就是我们简略地 就这样去分析它 那么关于这些河流的 一个再现的话 我们也可以结合到 思经秦枯 这个有一首词 简简苍苍 北魏时 也是美妙 处处动人的一首词 这个上面讲的 这些 这些意境 其实我们在雍城里 完全从 当时这个河流的面目上 就是说当时 由于这个雍城的水量 非常多 河流多 那么就是说 当时这个 要他们国人 从不同的区域到城里边 去打工 去做各种服役等等 那么这个 亲情之间 都是因为水 水旁的是楼 水上都是楼尾 那么由于这些环境 他们近在去 但是见不到亲人 所以这个 当时就产生了 一些思念之情 所谓一人在世 我想见的人 其实都是鄙视着 这样可以想象的 当时这样 完全面目 跟这个城市 跟人 之间这样关系 这是雍城第一期的 1.2平方公里 这小范 到第二期 范子到第二期 城市就扩大 就把原来 它这本来是 城外地区人 扩展成类了 这个就是说 也是城市的中心 就是现在叫马家庄 这些地名 有多年来 一直在考古 这个报道里边出现 那么这个 这个结构也发生 它就早期的话 完全是靠着 自然成建 合并的 于是 那么到这一期 出现了成果结构 成果结构 就是面积上 增加到七个平 那么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第一期 作为体验期 作为它铸成的体验期 那么这一期 进入了一个 正式的规划期 那么正式的规划 跟上一期是不一样的 我们叫这个双环工 就是说在雍城的话 它外围 有一个大的河流体系 把它环围起来 那么在这个城 随着城市的扩大 它有些地方 完全靠着河流 把它包不起来 怎么办 它就是 再靠一些人工的方式 再加一些连结 就形成了全方位的河流 这是另外一个 就是它这个布局 它完全跟秦宫领原的 秦宫领原也是几条沟 有内环沟 中环沟 它也是利用这次 所以这个秦人 以挖沟 环毫的保护 也算起了一个开创的创新 所以这个第二期 它出现这种规划的布局 就把这个重要的 在内环沟里边 都是把这个大型的建筑 核心的建筑 都放在内环 它把一些次要的东西 尤其把居民的 和居留 放在连环沟的外 就是内环沟的里边 外环沟 那个 内环沟的外边 里环 外环沟的 就在这里 那么拥成了到第三期 就是全面的这个发展期 就是它出现的成果 除过城市的格局以外 那么在这个城 在这个城外 它有新增加了好多设施 那么这个 这个跟文献上能够对应起 此节点 就是秦本记上 秦本记上记载 说道工二年 道工二年 实际上是公元前491年 那么拥成是公元前676年 就是等于说这个城 在建成180年以后 发生到了成果结构时期 就是说早期是没有城墙的 但是到了道工二年 就开始出现成云的这个记载 成云那就是荣城筑墙 这个时候就筑墙子一类 十一平方 在这个城墙的里侧 那城墙的外侧 出现了好多建筑椅子 比如说塔林的建筑椅 孙家兰头战国的建筑椅子等等 就是说这个地方开始在这个早期没有城墙的技术上 它加了一道防御设施 就是建城墙 为什么秦人要建城墙 因为这个时候作为东方六 他就纷纷建城墙 他未到城墙 未到这个 所以这个作为秦人来说 他也想用外国事建自己城墙 这个从这个理智建筑上来说 也发生了大革新 就是说我们现在说这个前朝后世 左祖右舍等等 这个出现了宗庙朝廷等等 这些建筑 我们觉得这个过去 我们说这个中国古代建筑 好多东西说是儒家 也要是汉代出现 但是我们现在从雍城已经发现了 这些核心区域发现了宗庙朝廷 这些建筑椅子 我们觉得这个是不是在汉代之前 在雍城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 因为在比如说我们拿马家庄地区 他这个上面有标志的四城 他这个前边有这个西州的传承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 宗庙和朝庆这个两者之间 他北边有四城 那么我们就在想 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 我们在想这个 我们首都天安门 天安门在这个解放初期 梁思成建设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梁思成这个规划的初期 他肯定受到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影响 他就要如何来体现中国古代的 左左路设前朝后世的这么一个原则 你看这个门一边是这个人民大会堂 这是现代的设计 那么这个他依照南门这个前门的 那么东边为什么要死中国历史博物馆 我觉得这个一边是 我觉得这就体现了中国这样左足右舍的思想 这个一边是左一边是现代建议 前朝后世 这前边是南门 后边又是故宫 故宫后边是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古代的思想 这样在这是非常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这个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年代上来说 这个是比汉长安城早那么能够体现这种格局 从年代上来说 至少说我们能够初步的提到这样传承的早晚的关系 这是在庸城来说 现在这个灵芸一字 就是说过去在《思经》里面出现过冰封七月的 这个灵芸它就是藏冰的 它是古代的 它就是说把夏天 把冬天河流里边的冰桌下 它如何把这个冰放在冰窖里去保留到第二天 当然它这个冰在藏 收藏的过程 有一部分是要不断的消融 消融怎么办 它就在这个上面下着排水 从来说 我觉得这个从它的原理上像 这个显得很像的 当时我们多年前看到冰棍那个设施 就是这个能够容纳九十多地方 这冰棍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作为这个冰的话 它用途非常贵在夏天的工程里的消暑 然后皇帝每年要出行祭祀 祭祀的物品 还说怎么能够把它长久的布下 这又是另外一个 这个天子七月来藏 这个诸葫五月来藏 那么这个国军死了以后 怎么能够把这个把这个尸体保留下 也当时肯定就是冰资 所以这个冰是有尸体中的 等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用冰 所以这个这个所以冰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施 在这个庸城的这个考古发现这个首次发现的用冰的场所 藏冰的场所 这个建筑构建 这个发现的这个多种形质 有弯曲的有直的有头上带刺的这种结构 这种结构我们就是过去 过去这个这是1974年当时发现的在庸城的一个核心建筑 发现的这些 当时就认为它可能不带着大前建筑的关系 因为这个建筑为什么那么大 实际上就发现本来是一根木头 它把这个两根木头用这个套头接起来 但是我们后来在实验过程就发现 它这个东西把两根木头接起来 它没有成没有成终的影响 它可能就会折断 怎么办 就是根据近年我们以多元化的分析 我们认为在古代的工程里去演奏有好多乐器 那么乐器的架子 这个架子上可能有这些 这是最近看到的 也是我们陕西历史博物 他写个文章就提到这些 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在庸城 它还有一个防御的设施 就是说你这个城市从最早没有成墙 还是后来又加了成墙 但是你加的这个河流 就是说出城进入城的这些河流 你怎么给这上加了 所以我就说可能还就会 当时有一些防御的设施 就是这个防御设施应该是目前 他就站在这个士兵 站在河流的上 他用这个架桥上 他防御敌人的入地 因为这个你防御的话 你可能 你可能这个人敌人 开着船就进去的 所以他为了防御这 就是再不影响整个排水的过程 就会有这样一种设施 那么这种设施相对来说 没有最大的成功 他可能也这样 那么这个套是放在这个上 也是 总之来说我们发现 仅仅是在教场里面进行 那么在实际的应用场所 我仅仅是看到他头上 还没有带朽朽的木头 只知道他跟木头相连 但是到底是用在他 在做继续研讨 这是在雍城的东北地方 叫高昂寺的地方 发现一批教场 就发现一批文物 这些文物来说 我们看到他不是 他好多东西都不是秦人 他很有楚国的 有武国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 放在这个区域干啥用 正好我们在这个 整个雍城的 这个布局的 这个考古工作中 我们发现这个区间 可能都是 它应该属于 对外当时 相当于我们现在大四个 就是外国的纸 它在雍城 在拉这个区间 所以就出现了 几个不同的 这个属性的东西 而且更高的 都在这个区间 这个城市的 发现了好多大型的 聚了一次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聚的背景下 我们做这个 对雍城 做全方位的研究的 布局研究的过程 我们发现 这个雍城 它有国人的概念 也有野人的 这是文献的地点 那么在雍城 实际的 这个布局的过程中 我们觉得在城 城一类的 这些这边 应该都是 就是国家有管理 户口 那么在远郊地区 那些比较散乱的 它可能属于文献中 那么这个贵族公民 贵族的这个公区 聚属属是一般在城市 核心区 那么作为这个一般的平民 它可能是靠近城墙的 外围的去 那么作为城市的 做好多这个聚落 它都自然 除过这个生存的 就是当时生存面貌 是咋回事 我们这里做了好多年 我们一直说 哎呀 这城外发现了这么多的墓葬 但是在城内 这些人到底生存在什么 我们一直没有找出一块 但是后来我们在这个 陆续的一个考古过程中 我们发现原来可能就是 城内 是老百姓的聚落 其实它当时的现状 都是相对的 它仍然处在半地穴室 这是我们新的 对结合这个 我们现在的考古工作的成果 提出一个新的设想 当然是在这个一个聚落里边 你除古 仅仅是目前来说 它都当时住在这个半地穴 它可能当时还要生产的 生活自然的一些生活用器 它都是自给自己 但是还没有发现更多的 当时这个死门境 有关系的那些用品 制作等等 是今后继续工作的方向 那么作为这个大型的聚落 大型的生产品 尤其这个智桃 行人的智桃非常 那么这些智桃这个工匠 他们这个劳役 它是从里边生存的状况 尤其大家都吃的一个大锅饭情况 看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做工程 作为进工程的劳工 它是服劳役的 那么这个随着这个建设 向完成分散 这样的话就是服劳役的 这样子是大型的活营作 但是自给自足的在私营的体现 这个我觉得这个城市的这个农业经济 我们觉得在这个雍城有11平方公里 大约有一半的与人类生存活动有关系 特别像现代建筑呀各种 但是有一个区域在雍城的东侧 有一个很大的区域 没有人 但是我们在这个考古勘探过去 在这个区间里我们发现了地下的好水管 水管的话我们一般的过去认为 这些水管都是大潮辣的是进水 小口潮辣的是出水 那么这些地方我们小口潮着 在这个地方有密码的派水管 这个派水管你说这个水是从哪 水是从那个河流上来 它往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要河流的水 所以我们就推测了这个地方应该使得农业 就是当时的农业可能考虑到外围 当你这个庄家收获成果 这个敌人又在扫了庄家割掉 怎么办 他就当时的农业经济实际上是在城里 就是说这样的话 就是说在城里面重装 城门一关 城外七黑一片 只有来人的城内是僧存的农业经济 各种经济实体都在城里 所以古代的城市跟现在城市 有好多方面来去 所以这个方面来 我们就把农业经济这个区间 就希望将跟农业专家老师 我们再进行一些合作 在这里的经济成果 我们现在看到 秦人的这个 自我技术非常好 这个也动物 动物的这个用力 用力是非常奇特的 所以这个在秦人的动物 这个发现 到这里的秦人手去一次 有各种的对系 说明秦人跟这个 对自然的掌握是比较娴熟 这个所以我们发现 除了豆腐村以外 还有好多这枝陶的做豆腐 从它的烧制工艺等等方面 有好多它特点 甚至从这个烧制的烧制的用料 当时就没有煤煤 而是用木材 木材烧制的过程中有不同的 根据烧制的磁线 不同的这个用材 比如说最早开始点火烘烤的时候 用软材草 到后来开始逐渐的加纹生 用大木划到这个整个过程 我们从这个生物发现 已经是这个相对确切的材料 这是我们就从这个最早的模型 取土 半移到磨制 到整个初遥的过程 用这么一个图示 结合这个考古上叫维痕写 就是说当时在这个作坊 留下了制作过程的行为 都是比如说在采泥过程 用棍子在坑壁上 这留下了制作 当时在采泥过程 发现了这个采泥过程 这些痕迹 这些东西 我们就根据这个 根据发现这些维痕 来探讨当时整个生产工艺的流程 这个就这些年来 我们对秦人化 就是说大家觉得这个秦人 为什么在这个雍城之后 忽然间就腾飞起来 也是后来 为什么秦人按道来说 秦人相对的落后 但是为什么后来 在秦人把六国谈以雄居天下 所以我们从各种原因的分析 我们从早期这个分析过程 我们觉得秦人得以从早期间 叫目光称霸 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这几年我们围绕这个问题 把眼光逐渐放在 这秦人以外的地区 目光称霸实际上就是 他称霸西荣 西荣其实就是说 就是按我们现在的观点 是秦人西边的少数 这少数名字实际上 历史比较多 错重复 那么这个临近的这些区间 逐渐的秦人早期在这个 在平阳城市 主要的问题是对于对于 他把临近的慢慢通话起来 但是对于远处的 就是远距离 有哪些人过去在这出现的一些观点 这是我们陕西历史学者提出 秦人是个远距离船 就是说对远距离勾建 军司 这是我们从这个建筑学来说 这个秦人我们后来 原来此处关注秦人这个 为什么到雍城以后 我们认为他跟中人自己协训 因为他跟中人早期的关系比较密切 他到雍城以来 也是中人从雍东地区 而且做工精细 做工超前 那么这些东西 我们就认为他跟这个木 因为木工程把他远距离 就是这个技术都拉过来 他可能就当时远距离的 能够建造型房屋的 制作这个精美制套用品的 他都这距离在哪里 我们现在从考古线索 也可以初步的一个看法 这是古罗马一个建 他跟这个从这个屋顶 跟秦人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是也是城市百卫屋顶的形制 也是比较像 这是一个马神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在回顾早年 我们在雍城发现的一些东西 也是好像跟这些 都是有互相关联的 这是马家庄当时 在这个建 大量的建筑材料里 在瓦的背面 有一批东西 非常像周元处的 但是有些东西 觉得非常奇怪 我们不认识 好像是 不是周元那个系统 那么这个 这些东西 我们老先生 他最早是到西来去看 他觉得这个是 他提出了一个希腊 就是当时我们觉得 这仅仅是一个个人的观点 因为我们非常在意 就是这是雍城出的一些套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 从这几年观察 我们看到 虹目是最早得以周元 那么在这个发展过程 他因为有这个木工称霸 这样的预处 那么他把西边的那些生产 技术比较先进 把人 把那个啥都 这是一个思考的方向 对 所以我们从这个多方面 我们再比较 这个东方六 东方六和秦仁 一场之间的交 我觉得秦仁首先有创新的意识 是他借鉴的证明前 能准确的去用考古材料 去反映他绝对的一个观点 但是他有好多创新的意识 就工方式没有提 这个借鉴和创新都是 这个秦工灵源 这个秦灵 最自上一世纪八十年代 我们考古首先是 对外进行联系 其实从政治层面 当时还没改革开放 很多人还没有到中国来 所以当时我们觉得 当时的乒乓就外交 外国领导人 就到中国来 去看兵马俑 但是兵马俑 已经研究了几十年 其实他已经震撼世界了 但是有些问题 其实到现在来 不是很明确的 他到底是军阵 还是依仗 也说不清楚 但是这丝毫不妨碍 他的影响力 那么据说是 作为兵马俑这种 这种布局 我们可以从他的沿头上来讲 就是说最早是 国人 就从秦工大幕来 国人的殉葬 殉葬 他现在看到的兵马俑 一些依仗 不管是依仗还是军阵 他首先是用 用这个陶制的 从陶制 从当时的真人 到陶制的这个过程 这次经过若干的斗争来形成 所以这个最早的活人寻葬 其实从这个 从这个雍城 雍城秦工大幕 他当时是一共是一 八十六血缘 那么这个当时就是 都是活人 秦工大幕就一百八十六 因为当时这个人的观念就是这样 但是后来慢慢出现了 子从死 秦国大量的兵力 需要人 怎么把人都随葬进去 所以就 到现功二年 子从死 子从死 这个观念出来以后 这个连孔子都进行了批评 孔子说 哎呀 这个死作用 谁给人发明这 后年鬼神 这个非常不好 其实这个死作用 就是当时 公子提出 反对 不用真人去寻找 这个秦工大幕 当时 从这个最早反映了 其名的僧态 它这个黄长提作 它这个黄 就是代表颜色 长就是木头的心 等等 这是 这是跟汉代 黄长提作的架构 是完全是两码事 这是我觉得秦工大幕 这个极举 几个自罪 其中自罪的话 第一就是寻人读 黄长提作的原生态 等等 这是现在这个 这个 映城 这 先秦联博 它是根据多年的一个跨县 最早原始的突延 出的 这样子的产 这是它的旁边的 所以这个 关于针对秦工大幕 我们现在觉得 应该还有好多 依文献为背景 依这个考古资料 为前提的 这样综合性 现在这个研究 尽管博物馆对外展出 我们的研究工作 还一直在那里停止 我们现在希望 就是为了 在这样一个原则下 进行全方面 另外一个 在秦工领域里 它出现了 这个中三王国 就中三国跟秦国 没有发生过任何 这个 没有战争 但是在秦工领域里 还发现了 很多中三王国的东西 我们1970月以后 就是认为这可能是当时中三王国 几度失博的时候 有一部分人在逃难到秦工 到了秦工 秦工他收纳 而且对他没落的皇帝 安排了一块墓地 但是这块墓地对秦工领域里 是比较荒联 叫野活活活充满地 但是毕竟带着一个灯 在这个庸城这个规矩 这个还有在庸城 还有大量的中小型题目 我们也按照考古发掘 按照这个区域类型的 对它进行区域的编排 我觉得在这个木葬的 器物的这个分型排队 这个过程中已经有一定的 拯救的基础 尤其我们早前老先生在 用这个大量的淘气的排列 进行一个分期排队 这排队的几十年 考古工作一直在用 用它这种研究结构 就每发掘出来一批东西 都比照它分期排队 结果去收入 这是我们在这个 奉奖训练兰都同期 它的时代来说 应该是比其人那个 比其人那个 新闻资讳那个 稍微晚一点 但是它应该还属于 这个事情 用时间 就是在这个分期排队过程中 我们也一直用这个 新发现的材料 去校正早先 有些先生提出一些 相对的一些观点 所以这个淘气 是分期的主要意见 因为淘气生产用量多 生产的机会多 容易损坏 所以淘气对时代非常敏感 比淘气的年代 去分期段 使相对和实际互相 那么还有一个 庸城还有一个一部分 一个意思 就在这个庸城的郊外 就是关于这个秦 吴智 在秦人的四汉时代 它由于这个 在庸城时期 它正好属于秦汉的交替 关于思想和政治方面 一些的 一些认识 思想卓越的 就处在这样的时代 那么对于祭祀来说 对神龙的祭祀 它对先祖的祭祀 是在城里 它对神龙的祭祀 如果在郊外 所以庸城的郊外就出现 庸城市的 这庸城市的 现在的初步的考古调查 已经基本上有一个字的 基本布局 那么就是在早先的 甘肃离县相关制椅子的 这个发掘过程中 在关于 在陕西境卫做的 比如说 吴三秦字 在这个保际下站的 这些都是 那么雪之一子 也是关于 吴智最早先 那么这个 也是当时产生的 一定反省 这是当时 2016年取得的 重要十大高发现 第二年又是 中国铁一等奖 从考古体学界来说 也对肯定和关注 那么这是 著名的老贤士 文化遗存的角度 从历史角 对这个评价和肯定 那么这个 为什么要出现 这种神志 对这个 在这个时代 在这么影响 因为这个春秋此期 秦人是被 诸人召见到 召见到 这个关中的 齐希子 那么这个诸人 秦人当时是 不见经传 那么这个 秦人为了展示 他在关中地区 进入关中地区 合法的地位 所以他要继承 诸人的 他要展示 他自己的存在的迹象 另外 作为祭祀能够 凝聚人性 精神的力量 所以这个 在这个方面 秦人在庸城的设置 祭祀也是有他的目的 那么秦人的祭祀活动 可以设置的话 可以分成三期 第一期就是 他是中人的一个传 但是他比中人来说 他更加的这个 做比较猛烈 秦人 秦人是既祖先 既圣帝 圣帝是个笼统的概念 但是秦人来说 是既天帝 既不是明确 非常大 这个到秦王朝的时候 秦始皇 在这个秦始皇 但是这个秦始皇 当时就规定了 这个地方 我祖先这个地方 非常重要 今后大家 皇帝都必须亲自来 但是秦始皇 就是公元前238年 在这来过一次 后来他在美国 他让秦始皇 让他死官一起去 但是秦始皇 当时在这个 对雍城的祭祀 他有一个实际性的语措 就是他利用这个通泉火 通泉火山 就是说 他让他的大臣 在这个 在奉祥 举行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 然后呢 他在咸阳 拜于椒庙 就在椒庙里面接着圣火 他是圣火怎么去传递 就是从雍城 北山的古里社 就是这点火 一个前面这个点火 看见以后下一个派 这样就传递到咸阳去 这是 那么他的当时的秦始皇的目的 他是放封堂 放在这个泰山封禅上 主要 魏萨兰 他说尽管非常重要 他最先设的这个智庙 但是这是秦国 但是他建立大 大秦王朝 一统天下 他应该注重 东方其他列国 这祭祀的特点 终和这 将未来的话 在咸阳又建立一个 适用帝国面貌 这样的祭祀场所 这是他 比如说在汉武帝时期 他又做了一些改变 他就是说 设了雍城的自不废弃的情况下 他又在他的甘泉宫这里 建了另外一处祭祀典 就是两个灵患者 理由就是说 劳苦之盾 这个到了西汉中晚期 那么这个 就是汉代的儒家 就提出了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种认为说 人家秦人当时设的这个志 实际上是 人家是在他的都城 我们现在大汉 我们应该有自己建筑 建筑 这个在这么久 曾经一度提出要废弃武城 但是有些人 你说狂横呀 他们提出 尽量别操作过急 因为个神灵主宰我们 已经运行了好多年了 非常风调雨顺 你要你要废弃的话 你将来就会得罪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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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当时这个 汉帝听到以后 汉城帝听到 他决心很大 说要废弃 但后来没废弃 是 他也觉得 他可能遇到一些不顺 尤其他没有后辞 所以他就等于说 这个决心没 最后下定 到了往往四处 往往就坚持 他设计在长安城 城郊要建立 各种理智性的建筑 但是往往仅仅设计 它是设定的一个难 后来还没有完全成功的 是往往因为土地改革失败了 所以他这个 这个没有 没有 没有实施 没有具体实施 这个 这个过去 在这个之前的 若干年里 死忠住死 一个书上的 书院上的判 没有什么 其实这是2015年 这个陕西考读研究院 中国国际士考读 等单位 我们在联合做主治的调查过程 才得到了 首次得到实陆性 实质性进展和发现 我们也是通过 根据史书上 史书上一个记载 我们根据 花移层的分布的特点 我们按图所记 就是当时这个坛场 应该在撒地里 基斯坑应该是怎么情况 我们按照这样一个步骤 去逐步地去分析 终于把庸山的学池造成 这是学池的文化面目 就是它体现了 史书上那样文献记载特别 就是首先坛场 坛场是说 丰禅书说 它的玄子应该是在 首先它必须在郊外 因为城里边是宗庙 城外是几天的 祭祀的场所 那么这个 必须选子应该是 高山之下 小山之上 这个是这样 然后呢 风土与坛 就是中间是风土 那么坛场 我们现在 平时我们说的 你这个干啥事 太大 护装太大 叫坛场 我觉得坛场应该是 跟这个形成 这是我们对这个坛的解剖 这是之前在当地 发现的这个祭祀 每年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 大量的用这个僧器的 这样实现 这是这一次在这个雪吃椅子 祭祀坑 现实发现 这是我们历年来 连续2015年 确定这个椅子 2016到18年 连续三年的 我们发现 基本对这个椅子 面貌各种形态 都有一个分析 这是祭祀坑的 这个祭祀坑 打破的关系非常密切 非常多 就说明它这个存续 文献说的 是千百年来 一直 今年挖了一些坑 祭祀埋下去 明年又 有些挖的过程中 晚年还有往后代的 前代的打破了 所以就出现 挫乱了一些 所以这个 有四马一车的 有两马一车的 有这个名气化的 还有这个 没有用马 因为马在当时 是非常珍贵 它用马器 有马身上带的那些 当楼呀啥 飞气的东西 去代替马 所以在这个雪吃过程中 也发现 也有好多这个科技检测和分析 尤其对这个马的性别年龄 跟文献记载一样 就是说祭祀这些马 跟实用的 陪葬的马是不一回事 陪葬马都是老马 都是生前跟住人物中 但是这个祭祀 年龄很小 都是两岁左右 一两岁左右为主体 为什么是这样 按照这个文献解释 说是用小马 是圣洁的祭祀 就是说马没受我伤 没受我呵斥等等 这样 其实这是一种说辞 其实真正的原因 应该是好的马 它用在战场 这个弱马 都是怎么去消化 去处理 就是给它安一个 圣洁的祭祀的名义 实际上是来处理这些 用这个 将来不能使用 不能上战场 作为祭祀的说辞 所以这个建筑上 因为它处在一个山地上 这个建筑非常脆弱 所以我们发现 建筑材料满山都是 但是这个建筑都比较规模的小 所以我们觉得 当时由于山上风大 它可能做建设好 忽然祭祀结束会毁坏 所以再来年 再做祭祀的时候 它又用新的建筑材料去重新做 所以就出现这样子 这个年代是完全 那个丝绸自漏 我觉得这个 因为古代皇帝的祭祀 出行大部分都有祭祀 那么在这个祭祀 随着这个 这个智的 这个雍字的这样一个点 一个考古发现 也对古代丝绸自漏的 重要一个发提 提供了一个发现的契机 所以就是我们说 丝绸自漏有南县 北县中县 南县中县 北县打县 北县就是沿着秦之道 长安出发之道 那么中县就沿着现在的 京河方向 那么南县就沿着为何 为何就是经过奉祥 经过学持一次 因为这个古代皇帝出行 他主要就是做祭祀 所以这个祭祀 所以这个祭祀点的发现 也对确定这个 丝绸自漏的南县的 也有提供了 所以这个当时这个发觉 因为这祭祀鬼神的东西 好多点都是不是非常 东西都不是非常精美 所以这个好多东西 我们在发酵过程中 有些现场的工作 就是说记录方面 有些是在现场做的记录 那么有些东西 我们能提取到 在室内进行检测数据分析 这是祭祀鬼神的 这样标志性的预期 代表这是男士的预 这是女性的预 这四件套往往就组合成这样的规则 这个根据这个祭祀的所指 我们就认为 这个祭祀遗祀 应该是一个综合性 就是说男女代表天地 这个男女代表阴和阳 这个这两件祭祀代表天地组合 所以这个祭祀 在这个当地这个旅行祭天活动 那么对于这个祭天以外 还有群神的祭祀 因为文献记载 当时还有其他的拥地 本有无妙 有日月星辰呀 陈宝辞等等 他可能都在他祭祀 就是说皇帝在这 旅行正式祭祀活动的时候 可能中间的间隙也还要去照顾其他的群神的祭祀 这样所以这个祭祀的时候 这个由于这个兵器都是非常多的 说明这个在中国历来的祭祀活动中 这个体现的融的跟祭祀是非常密切 包括我们现在也是对这君寺展示 也是祭祀也是举行重大活动非常重要的错 那么这个学生一字整体发现 这个它是这个在西字这个基础上 它是时代结构非常多明确 这个持续性时常的制宜子 也是这个秦国国君和西南皇帝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这个这个庸城包括几个功能 城、灵、国人墓葬、郊外离宫、包括国家祭祀 这个作为庸城呢 这个祭祀来说是在这个都城里面是首次发现 说明这个庸城的功能力是完整的 所以我们说庸城是一个正式的秦国 这个它对交通道路的延线提供 这是当这是我们在这个凤翔前河地区发现 跟这个交通设施有关联的话 遗传这个在这个我们也是根据这个雪吃一字的发现 我们对当时的祭祀的场所也提供了一个 也提供了这样由于这样敷衍的考 就是当时按照祭祀 它应该有提请 则即日出行从长安从咸阳整个到这个地方去祭祀 最后是到达以后 那么有一个文献上说有一个帝僧僧僧 其实就是把马对城搬开 看一看 因为这些马匹都是给皇帝寄下 那么这皇帝要把牙掰开 你看年龄对不对 口词对不对 毛色对不对等等 然后呢就宰撒 这形成了一个雪流城河的 所以这个当地有一个叫雪池村 雪池一字就在雪池村 是不是就跟着起 这个完了以后 要在坛场竞线竞线 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开会要布置会场 这个迎 这开始摆放以后要举行这个迎天神 就是说把这个点拙 然后就是又又这个火上要剥洒 冻的雪 这个雪在腾空以后 这个产生一种欣慰 就是说天神闻见这个欣慰 他就下 这当时还要举行的一个演唱 演唱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当地的那些传唱的那些唱词 那些可能就凤侠那个西曲子 可能就跟当时这个祭天有关系 最后祭祀 祭祀这个活动开始以后 那么就说腾出来的时间 要在举行的北神的纪念皇帝从战处起 举行的内华 寻神的话 然后几天以后 一般是七天到十一天 那么这个时间到了以后 他要送天神 送天神的场景 在文献上也在跟请天神示意 那么完了以后 要对这个现场这些祭祀物品 怎么去处置 文献说 意满 就说不吃 不像西州来说 把粮食刮火蔬菜 放在这地方 结束以后 大家分手吃 这些东西不是吃 文献只明确就记载 有意满 所以这就给我们后来 在暗图所记的时候 提出了一个寻找祭祀坑的意满 就是我们寻找他们意满的场所 叫祭祀坑 你们觉得这个祭祀坑在哪里 就是我们在祭祀坛场的附近 你们觉得这个入路 寄陷的那么多天 都肯定发出了 那肯定它不会拉得很远 它就在这个祭祀附近 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 去寻找的时候 就在祭祀坑场的外侧 很大的面积之内 一下就找出来几千个 所以这个说文献的记载是 古代的人的想象 跟现在人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这个 所以这个 我从这个祭祀的 这个这个场所的发现 在西州人的这个祭祀活动 被情人广泛的传承下来 而且发扬光大 那么到了北魏的时期 北魏的内蒙的武进县 他也发现当时的北魏司祭的神 这是少数人 他也是借鉴学习到中原地区 这样祭天的这样一个特点 直到唐代 唐代也是用最高的 不仅皇帝祭天 皇后也参加 这是中国女性参加祭祀第一 第一载 然后呢 这样传承到明清 明清的天堂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 做着这样一个图的比较 你看那个 这两者 在某些方面上 比较相近 尽管是土坛子 清代坛子比较相近 所以他就说 尽管这个中国几千年 但从祭祀文化的 祭祀遗存上 祭祀的方式上 两者是比较相近 所以说 从中国几千年的 五千年的文明词来看 就是从祭祀充分体现 这样的模式 所以这个 现在法国开发署 跟中国的这个 陕西凤翔的 这样联合的 在这个雍城一子 学生一子 进行全方位的展示 那么作为考古来说 考古来说 首先是非常提供 实物资料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节目 所以我们就是 如何把考古做好 对未来的文化遗存 公元遗存年的 建设我们的行业 所以我就 最后就提 耽误他一次 再提问一个 关于今天 这个讲座的文明的 几点认识 我觉得我们 作为中华民族 非常悠久 那么这个文化的模式 是 所以这个人类 文明的 这个多样性的存在 也是人类 也是人类活动 私生不息 发动 这是 就是说 作为中国文明的 多样性的 从中国古代来说 各国 作为各国的文明识 那么作为秦国来说 在这个其中是非常典型的 那么秦人从小到大的过程 几前来说 他是经历了古方古秦国 古国方国和帝国的这种模式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有些先生总结说 这个秦人用功到死亡地的 这发展过程 在历史文献的记载是非常清楚 也是作为古代国家文明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型次 秦汉时期是 中国古代文明大发展 大反应的时期 那么这个 后来的汉成秦时 对秦人草创的 这个再发扬 在光大中 文明在这个时 这个成前起步的 是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 作为一个文明来说 它都是独特 医生文童 我觉得都应该 制造文童的学习 包容 互相借鉴 这样才能 整个人类文童 才能去讲这些 谢谢大家 最快想到一段 感谢 田老师 我们带来一场非常 内容非常丰富的讲座 大家也能看到 田老师讲的内容非常丰富 有些内容 因为时间的关系 有兵分的讲派 但是从田老师这个讲座中 我们还能看 能清晰的看到 田老师的一个讲座的现实 田老师呢 从研究秦人发展的 两条线 着手 一条是从东到西 一条是从西到东 它重点围绕 从西到东的 九度八千中的 位于关注西部的四度 来共分析 秦人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的 一个发展过程 从不管是这些 都城的选择上 当时秦人秉持的 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 综合考量的原则 还是从小的遗迹 比如说秦马的选择 包括秦勇 戏那种 大量随葬到勇的选择 还是从整个一个国家 祭祀体系的建立 等各个方面 其实给我们 诠释了老秦人 借鉴包容 改革创新 积极进取的精神 而正式秉承这些精神 秦人才从偏于一域的 一个落后的 相对比较弱小的 最后一统天下 建立了秦帝国 成为之后 我们中国 延伸2000多年的 一个制度 国民的起点 而且田老师这个讲座的内容 也非常契合 我们将来 就明年518 要正式开馆的 秦汉馆的一个 其中我们有三大陈列 其中一个陈列 叫程宇林 他内容非常契合 所以我想今天大家 听了田老师做布局 对秦人的早期发展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而对秦人的这种 时代的精神 对我们今天的启示 是有了更多的理解 我想可能会更加的期待 我们即将正在 积极筹备筹法建的 秦汉馆的这个程宇林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这个秦汉文明系列 大家都知道 大家如果是关注我们立国的话 都知道我们有几个系列 最近我为老文明 秦汉馆的建筑开放 的一个秦汉文明 秦汉文明的一个系列 那个 关于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田老师这个讲座 我希望肯定很多 可能还需要不断地 在消化 我们有一点时间 我们还是 还是留一点时间 虽然田老师 我想可能已经很累了 但是我觉得 还是难得的 宝贵的机会 看大家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留上 三个机会吧 看大家 如果有问题的话 请大家抓紧这个机会 举手 好 先请你 我也是学到老武器的 有个问题想问 现在在庸城 有没有找到 现功和校目的流过 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对 觉得就关于这个 木村发掘之后 我觉得这个秦县功 校目 他应该属于 带来 但是这个 在岳阳 没有 尤其作为 县功是在岳阳 但是校功 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 尤其作为县功 我是任前人 鼓励 就是说 他应该是跟 在原代 但是目前来说 没有 没有一个 确实发展是定性 但是作为校功来说 校功是在 太应该 但是在这个原代 总之来说 我们觉得这个 在庸城里面 目前发现 这样二十 秦功的 那么在庸城 一共是十九个秦 他应该在这个 这个里面 确实很 我们有时候 一到人家晚代的 皇帝应该在庸城 那些晚代 认为反驳意见 但是我们认为 能在庸城的 因为他这个 零随 他如果要 正立各种 为啥呢 我觉得在岳阳 岳阳这个 如果要是 当时分析 当时秦人 跟魏者和谐 那发大的冲突 那么作为这个 庸城的 作为这个岳阳